亥阳,你真的要拿树苗试吗? 当然要试一下了 我们刚才试了那么多次 就只有树苗没有试过 万一成功了呢? 成功了呢当然好 可要是还不能激活传说们怎么办?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只能重新去找长老们 再问问这个东西该怎么使用了 呃,别别别 我希望你能成功好吧 我真的不想挨揍了 这才多长的时间啊 我已经被揍了好几次了 我去年一整年都没被揍过这么多次好吧 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了 哇,这个贵怪 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 哇塞,这刚刚还是一棵树苗呢 怎么突然间变成这么大一棵树了 哇,我大一棵树啊 我们在树林里面 好像没有比这更大的树了 哎呀,你快看 这棵树上面居然还有门 嘿嘿,这个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就要进入交错寿源的传送门了 好家伙 飞行千辛万苦可终于看到这棵门了 可真不容易啊 嘿嘿,还不是靠着本土老师的聪明才 要不然就凭你们两个 怕是想破脑袋都不一定能想得出来 哎,小黑 现在你总该承认我的智商比你高了吧 去,有点小把戏而已 就这能证明得了什么 喂,你居然还嘴硬 刚才我问你的时候你可是一文三不知啊 现在放弃马后泡来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是用树苗好吧 就是想考验考验你们而已 喂,小黑 你就别不承认了 什么叫你本来就知道 刚刚问你的时候你自己说的什么都不知道呀 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其实是长老给你们的一道考验 目的就是为了验证你们 是不是真的有实力进入交错资源 啥玩? 长老们给的考验? 喂喂,你这也太能变了吧 不就是让你承认一下智商比我低吗 有必要这样吗 我是说真的好吧 交错资源里面藏着很多秘密 当然了,里面的谜题也有不少 如果你们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那进入交错资源的话,可就是寸不难行啊 长老们之所以不让我告诉你们正确方法 就是要看一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Oh my god 你这么一说我竟然无法反驳 行吧,那就当你说的是真的吧 对呀,你们成功开启了传送门 那你们就可以进去了 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好吧,那这一路上都谢谢你了 虽然之前揍过你 但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嘛 对对,下次见面的话我们还要来揍你 嗯,不对不对 下次行行吃烤鸡 如花,你准备好了吗 交错资源,我们来了 蓝萝卜楼